好 老師有沒有計過自己幾代母的開場 這次開場就怎樣 對上一次是四年了 這次開場的感覺就是 我真的很喜歡唱歌 很想 其實昨天來彩排 應該這麼說 從樂隊房開始都已經很興奮了 不過我沒有想過有一個人比我興奮 原來那個就是我的兒子 他昨天來了彩排 看我的彩排 他覺得很新鮮 就是見到那麼多座位 然後見到台上面 那麼大個台 爸爸站上去 接著看到那些哥哥姐姐跟我跳舞 接著他是跟我說 我想上台跟爸爸跳舞 那你為甚麼不給他跳舞 我昨天真的給了他上台跳舞 那你有沒有想過叫他一起上台 我昨天給他 我昨天給他試完之後 他很開心 但是因為整個表演的彩排 我給他上來 上了兩手之後 媽媽帶他回去 帶他回去之後 他落到觀眾席下面 然後他告訴我 我很不開心 為甚麼要帶我走 然後到今天 今天他來到彩排 因為我在上面唱歌 他就到了 一路看著我唱 剛才整個表演完的時候 我便說 結束後我要下台 結束後 結束後 我竟然見到我兒子站在台底 不是他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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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媽媽抱著他 他原來是忍著眼睡 平時他其實睡了 八點多睡了 但他今晚是頂了我整個表演 而且最後是在台底見到他 台底見到他 他第一個反應就是 爸爸我要上台 我其實剛才也有想過 是不是帶他上去 如果再有一次Encore的時候 我想過 是不是帶他上去 我立即抱著他 但FM和導演在溝通著 因為有部分觀眾正在來場 有些觀眾正在喊Encore 人流上他們擔心有危險 如果出來之後 正在走的那些 又馬上走回來 怕有一些人流上的安全問題 所以最後沒有再 第二次再出去Encore 接著我抱著兒子 我跟他說 現在我們要回去了 接著他就眼睛濕 很不開心 我完全猜不到他 因為他平時在家 很喜歡跳舞 我是知道的 他也喜歡唱歌 他也跟我說過 要跟爸爸一起跳舞 要跟爸爸一起唱歌 要跟爸爸一起唱歌 但我沒有想過 他是這麼想站在一個舞台上 這個是這兩天的一個新發現 下次叫他再開演 我下次看看我是何時 因為今次這個秀是因為一隻碟 而誕生了一場秀 唯一一場秀 下次自己的個人演唱會 他要看哪一年搞 看看他到時是多大 他現在三歲多 如果到時他有能力 做少少跟爸爸一起的表演 我覺得都不要阻止他 我免得他又哭了 但你有沒有說 在兒子的心目中的地位 再提升了 因為現在真的是 超級大偶像 我在兒子的心目中的地位 是朋友來的 即是沒有什麼高低地位 爸爸是一個藝人 是一個大家喜歡聽的人 他沒有的 他跟我一路的感覺 我又沒有當自己是一個 即是要怎麼說呢 可能我剛剛這幾年學做爸爸 我覺得要跟他 是給他一種愛 他那種愛是很平衡的 不是說 即當然 一些需要教他的東西 例如禮貌 例如一些 哪些東西是危險 哪些東西是安全 這些一定要教 但平時的溝通 我都跟他好像 即是從小 我覺得要用朋友 很親密的感覺 去跟他交流 你說他懂得跳舞 他有沒有厲害過你 他應該厲害過我 我跳舞那麼糟 他要厲害過我 不是很難的 我懷疑他 他可以跟我朋友老師 他其實上了一堂 我猜他可以 可以好過我 唱歌方面呢 唱歌方面 就是唱一些兒歌 他懂你一首歌 他懂花灑的啦啦啦 他看過我一次的演出 然後他就上了口 那會合唱一首歌 我其實很想 往後有一首歌 就是我們已經想好了 我想將他 從小到大 就是寶寶聲也好 或者到他懂得說話的聲也好 雜合變成了一首歌 就是我將他高低音 就是調整 然後變成了 好像有意思的句子 但是完全是來自他成長的 每一顆聲音 去做一首歌 這個是我自己給自己的一個 project 一定要達成的 但是今次就是開一場 會不會 會之後再開 例如 part 2 或者再加 這個show 正如我剛才所說 是 記錄這個合作的 音樂唱片的project 而誕生的一場show 所以這個就不會有part 2 不過就 要很多謝所有 在這隻碟 和這個show 都幫忙的台前幕後 和很多歌手朋友 但是有沒有說 跟哪位歌手朋友的合作 就是crossover最心恨 最深刻 剛剛 其實應該這樣說 要公平一點說 每一個都很深刻 而且每一個 就是 除了 就是 好像是 大家連枝不同 但是 他們來錄音 其實我在他們身上 都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 那個 很用心 和好 和他們在生活上 就是為了要 這個 音樂夢 有很多朋友 我私底下聽他們講故事 就是講自己的事 他們真的咬著牙關去做 就是這個很打動到我 我覺得 就是這個 音樂的那團火 我呢 我會繼續 因為他們 感受到他們的熱愛 而我都自己在燒 所以 希望 就是 正如我剛才所說 包括我 包括所有歌手 我們都是這個樂壇一份子 我們大家一起 繼續做好我們的音樂 會不會都是自己邀請 是啊 是啊 還有我 譬如我 剛剛 最後一首歌 《星戰》裏面的 各位朋友仔 我 完了拍MV那天 我跟他們說 我們不如一起開一個群組 開一個群組 三十人在裏面 可以互相認識 因為其實當中有很多 真是 一些自己個體來的 是沒有公司的 那他們可能 自己 有些是翻唱歌 有些是寫歌 有些甚至乎 我在裡面 因為我在YouTube看的 我看到有一位 邀請了 我知道原來他們是學生 那我 所以他們 我希望 當然也都有一些 是簽了給一些 非常新的小公司 那他們都 就是 都需要多些資源 那所以我覺得 開一個群組 可以團結大家一起 例如 我跟他們說 例如 你懂作曲 你懂拍MV 然後你懂 rap 那大家可以互相 互相多一些 產生一些火花合作的機會 例如 你寫了一首歌 欠些預算去拍MV 你幫不幫到手啊 大家 或者 你寫了一首歌 需要有一段rap 要請一個rap很貴 你幫不幫到手 我希望大家 形成了一個 互相幫助的一個群組 我在裏面 我也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需要我 隨時出聲 譬如 哪怕 你們有歌 譬如錄音的時候 想我來聽一下 給一些意見 我一定會來 譬如說 你們開 譬如小型的音樂會 你們需要我支持 我一定會來 所以我希望有一個這樣的群組 大家 本身是單打獨鬥的一些 新進歌手 但是可以大家 結合在一起 就很大力量 但有沒有留意到 因為星戰出了這首歌 有十九個不同的單位 但有網上有些網民 就覺得 哎呀 為何沒有請到星夢 有些歌手的 那你怎麼看 我覺得 互相認識 或者合作 是緣分來的 那 因為我在 這麼多的單位裏面 我 之前我也經常說 我很喜歡錄音樂 我還故意找一些 就是 可能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可能是單打獨鬥的一些歌手 他們自己 自知 或者是自己 踏石仔的做音樂出來 那 看完一個 他就會 relate 了另外的 給我再看 那所以 我在YouTube上 我是 緣分地 令我遇到大家 那 所以 是 合作的事情 是一種緣分 還有 唱歌是一件開心的事 大家 就 平常心去 去聽 去 認識這一班 這麼喜歡唱歌的朋友仔 會不會邀請更加多人加入 即是 既然有三十人 會不會 剛剛完成了 這個 叫做 第一階段的 這個 project 是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會邀請一些 歌曲寫歌 幫我寫歌 是的 所以 剛剛 這個第一階段 已經是 跨了兩年的一個 project 那麼 我 希望 可能 接下來 都會比較長時間的一個project 但是我自己很開心 就是 在這個project裡面 認識到一些 就是 我剛才所說 就是 哪怕沒有資源底下 但是 仍然很努力去做音樂的朋友仔 那麼 希望大家一齊 向前行一齊 一齊 請一聲 是否都是 先向一些獨立的音樂 或者可能 不計 兩樣都有的 有的 就是 譬如 有一些已經 有 幾好的作品出來了 又或者是 有一些 大家 又是 不太認識他們 需要多些支援的 都有 就是我想 是 不同層面 不同類型 的 我都希望 可以大家合作 大家多些互動 火花 其實我幾期待 大家提議給我 其實我 第一階段 這個 I Really Love To Sing 我是由 IG 和Facebook 開始 告訴大家 我想到一個 這個project 大家推薦我 所以我也幾期待 這個 第二個階段 大家可以 在Facebook IG 給我一些意見 特別是一些 可能 大家未認識的 一些 歌曲 會不會再問 AI AI 都是 AI 暫時 都贏不了我們 哈哈 為何今晚 那個 演唱會 會這樣選擇 這些歌 有沒有什麼 配合 真的 好像我台上說 一開始唱了一首 我都幾 應該未試過在show唱 叫做我生 是一個誕生 但這個誕生 原本在當時的碟 就是講一個小朋友誕生 但今次就是我說 如果AI誕生的時候 他會想什麼 他會去了解人類的什麼 人類的情 人類的苦 人類的困難 這個世界的什麼 是一個這樣的故事流程 所以 為何 我這麼久都不開口說話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故事性在裡面 會不會 會把AI 提供給你那兩首歌 《兒子》和《火榮》的 那兩首歌 那兩首歌 很搞笑 一首歌 怎樣也好 即是抱一個曲 想想 那首歌詞 很奇怪 真的 自己都唱不出口 剛才讀都讀不出口 但你今次是這麼久沒有 開數 即是一人一戲的唱歌 或者自己的評分 或者自己的感覺 有什麼感覺 我會評那個投入 即我其實 尤其是 唱得久 即叫做 那個年資久了之後 發覺 唱歌 會 我會評自己的投入感 即 那個 投入性 那個狀態 有沒有很多東西兼顧 有沒有很多東西 等於要想一下 跟著的走位 等於想一下 後面那個效果 我覺得我的投入感 是百分之一百 我覺得我在音樂裏面 這個就是 今次 I really love to sing 即是很合適到這個 title 哪一刻你是最感到的 即是感覺最大的 最難的 或是最感動的 每一位在這個project裡面 即是在這隻碟的project裡面 合作的朋友出來都很感動 因為全部都是第一次的 即是把原本這個project 那隻歌 第一次在台上呈現 所以每一次跟他們在台上 就覺得 唉 終於橫跨兩年 這件事我們是簡直可以有一個live 所以今晚是很感謝 有一個這樣的show 做這個project的一個run up 好 辛苦了 謝謝 守漢